大家好 我是李诺亚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老中新闻 台湾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宣布将投资100亿美元 在威斯康辛州设厂 川普还特别礼遇郭台铭 让他公开召开记者会 为郭台铭做足面子 记者会之后 川普在出席活动的时候夸口说 郭台铭在美国的投资金额不止100亿 而是300亿美元 川普说这是郭台铭私下对他说的投资金额 他也承诺郭台铭不会告诉任何人 结果川普还是忍不住大嘴巴性格 在公开演说中全盘拖出 美联社之后向鸿海求证 没有得到回应 为了吸引郭台铭投资 威斯康辛州州长要求州议会召开特别会议 审议将给鸿海的15年30亿美元的优惠方案 有经济学家说 威斯康辛州给鸿海的优惠 至少是美国给部分汽车厂和波音等飞机制造商 类似交易案的六倍 显示威斯康辛州为了吸引鸿海进驻 也为了和其他六个州竞争 狂洒预算不计成本 按照威斯康辛州政府的提案 只要鸿海达到资本和就业的补偿目标 每年就可以获得至少2亿美元 不超过28.5亿美元的退税 然后威斯康辛州州长给鸿海的15年高达30亿美元的税收减免 却被同为共和党籍 同样正在积极招商的魅西根州长批评 给太多了 我威斯康辛州州长立刻反驳 他说给鸿海的经济奖励包含 因为创业就业而享有的至少15亿美元的州所得税抵免 还有资本投资可享有的最多13.5亿美元的州所得税抵免 以及最多可达到1.5亿美元的销售和使用税免税 而且这项交易还可以为威斯康辛 创造1万个营建工作机会 言下之意 他认为给鸿海的回馈非常合理 除了在威斯康辛州设立面板厂之外 鸿海也考虑在其他州设厂 有传言鸿海考虑的地点 包括Ohio State的Globos市和Detroit地区 为了吸引鸿海设厂 Ohio State火速通过了新租税奖励措施 Globos市议会以6票对0票 紧急通过授权市政府和开发伙伴 可针对每年纳税至少100万美元的公司 就尽力协商纳税上限 希望获得鸿海的青睐 谢谢收看我们下次见